你等着 还有朋友以为什么家里进贼了 其实事情大概是这么回事 就当时我不在嘛 然后老六和Hope就无聊 然后就跟我说 想找一个朋友过来 是个女的 这个我说没问题 那来呗陪陪他们是吧 但是这个女的 就是私自把他的弟弟给叫过来了 然后叫过来三步这个一看 你来个男的那不能让进的 三步就不让进 然后这时候老六就过去 跟三步就是交涉沟通吧 完了最后进来了 这个时候他俩就已经有矛盾了 然后到了晚上可能是 9点10点11点那个概念吧 男的要走 三步就不开门了 然后回来就给我发消息 说有阿里巴巴 是吧 就阿里巴巴就是这个 小偷强盗的这个意思 完了就是 我就给这个河马 发消息就说这个有阿里巴巴 是吧 其实然后他就过来了 就有朋友知道这个事 完了其实就是我俩之间的这个语言呀 就是完全就沟通是什么呢 用一些简单的词语去概括自己的意思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个意思 就我俩沟通一直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有了一定的误会 但是后来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男的要走 然后后来这个三步不开门 完了老六过去跟三步他俩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就肯定是有这个言语侮辱 给老六抛咧 我们给你抛咧 我们给你抛咧 然后老六也得我们给你抛咧三步 啊就这个来握个手吧握个手 咋吧 就这个ok这个当时就是这个事啊 我一听那是很很过分啊 不过就是现在也过去了 没事了啊 但是这边就是说得表扬一下三步什么呢 三步就那个卡卡存的 微微虽有风格啊 虽有风格啊 一刹我们都里啊 ok就这个表扬一下 大概呀 事情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他们你说有问题吗 也没问题是吧 是他们的朋友 那个女的私自把人给叫来了 是吧 你们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就是说 那个人来了之后 毕竟就是也是朋友关系 来了之后你说不给开门吧 也不合适 然后三步不给开门 三步做的也没问题 是吧 但是后来的时候 咱那儿就是你们 什么吵啊 咱那儿就是互相 就是甚至后来还动手了 是吧 这个是不过三步动的手啊 但是那会儿吵是就老六对不对 这个是 这些啥吧 行吧 大概 这一次 还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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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等一会儿 我看到你和 Nazi在同一间房间 不是同一间房间 这是同一间房间 不是同一间房间 这是两间房间 我看不清楚 真的 OK 我会再看你的视频 这是同一间房间 你回答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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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没有打电话 我没有打电话 我的电话 真的吗 我真的打电话 我打电话 然后她拿了你的电话 你真的打电话 你问她 她的电话 是在工作 但是我没有工作 真的 我是美丽的吗 你美丽的 太美丽了 真的 太美丽了 太美丽了 有人说我把老娜给抛弃了 因为没有取得好名次 什么这个那个 什么 给抛弃了 不存在 说我始乱终气了 不存在 她是 上个视频有说 就是说 她是因为很多原因 要留在那一下 所以我就先回来了 对吧 我在那待着也没事干 然后后来还得重新买机票 还挺贵的 完了 我就先回来 老娜在昨天的时候 也跟我说 她说 说今天回来 今天回来的话 就是明天到 那得 tomorrow I think tomorrow come back here 是那么个概念 这次 尼日利亚之旅 让我认识到 我的英语 真的是不足 就他们那个地方 好几块 好几块 说不同的语言 他们没有一个 自己的通用语言 你像我们对吧 我们都说普通话 咱们全中国 都是能说的懂的 最多 比方说 你是某个地方 讲方言 是吧 但是你还是会普通话 而且方言基本也都听得懂 在那不是 在那就是 他们就彻底 就是不同的语言 他们之间 用英语去沟通 同一个国家 自个儿语言听不懂 用英语沟通 我跟他们沟通 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我就更听不懂了 是吧 我们天天在一块 咱别说 说英语了 一个眼神 都懂啥意思了 我就发现 我的英语 我说英语 是真的 不太好 因为我们一起沟通 我们一起沟通 所以我们能知道 一样 甚至我们不说 任何话 你只能说我 我说我 你会知道 我才能做 是吧 然后啊 我就觉得 我需要找一个英语老师 找一个英语老师过来 教教我英语 是的